強調只表示遺憾還不夠 美國的國會應該向全體的華人道歉 加州的州參議會的參議員 最近全體投下了贊成票 支持共和黨籍的參議員夏勒博 所提出的SJR23提案 鼓勵美國的國會 要對一百多年前的排華法案 負責給所有的美國華人 一個正式的道歉 我認為它會出現的道歉 希望當時總會接受到下一步 我認為是一個方法 希望將其他年代的歪曲 在我們國家的歪曲 跟全中國的解禁法案 以及很多的抗移民政策案 我們之前的100多年過年 我非常幸福 昨天有任何支持的支持 夏勒博表示 美國國會一百多年前通過的 排華法案是錯誤的決策 新的提案虽然没有法律的效力 但是能够鼓励美国的国会负起政治责任 对于全体的华人表示道歉 至于提案的下一步将会送给加州的州众议会 在8月31号前投票 一旦表决通过的话 不需要等待州长签字就能够生效